我们再讲主要就是讲解关于我们的选择语计当中的K字分支以及iflar函数 那么这一个K字分支呢它实际上是类似于我们上讲所讲的关于我们多条件的一个分支 之前我们是讲的是一个输入年龄这样的一个案例 那么在这个年龄案例当中它有可能会涉及到多条分支 如果是用if elseif elseif这种情况的话 那么它会出现很多个elseif 除此之外我们可以选择一种更为方便的K字这样的一种分支语句 这里面我们做一个案例 我们还是进入到我们的Complies这个数据库当中来 然后看一下我们这个数据库里面有一张表 是Amplies表和Series表 Series这张表呢它是标记的是一个收入 也就是你的一个工资 那我们可以看它的一个查用出来它的一个数据 这里面有三条数据 这是它的一个工资是Series 然后我们现在是给1001 102 1003 加工资 这个加工资如果说是1001 我们就该加500 如果是1002 我们就该加1000 如果是1003我们就该加1500 我们这样累加 那么这里面如果我们可以采用我们之前的if else语句 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采用我们接下来所讲的这个K字语句 我们首先看K字语句它的一个语法格式 这里面K字后面跟上的是K字位 K字Value K字Value的话表示是匹配某个值 所以这一个K字语句呢它往往是用于我们当我们的一个变量符合某一个值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它所执行的这个代码 这个呢和我们的if else呢 实际上呢是有一点区别的 这里面它可以形成很多个分支 最后有一个分支 有一个else 当然这里面也有个else 当你可以这个else就是不满足这上面任何的一个对等条件的时候 那么它所执行的是这个else里面这个语句 最后写完之后 就是一个undercase 在这里面我们就把我们这个按钮我们做一下 就是1001 delimit 我们给它替换成我们的dollar 然后我们创建一个存储过程 这个存储过程的话 我们就是p 我们就是i的seller 涨工资 的一个存储过程 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让它是一个输入参数 输入参数的话 我们就是给它一个in pin number 比如我们这里面就是v in pin number 根据员工的这个编号 我们作为它的一个参数 它这个in的类型 这里面的话我们就要考虑到 当员工的编号是1001的时候 它的一个涨工资的这个频率是多少 那这里面我们可以这样去操作它 我们定一个变量 dseller1 就是它的掌工资的这一个 然后它是一个 i的seller i的seller 然后它是一个in的类型 然后我们就给k字 这里面在k字这个变量的话 我们就是v emp number 当这一个变量值win 这里面我们用k字语句的时候 当我们这个v emp number 也就是这个变量的一个值 等于1001的时候 1001的时候 然后我们的一个表达是任 我们就set adds 叫等于我们给它就是我们之前的是1000加上1000就变成多少就变成了我们现在的 1500 1500 就是如果是1001的这个员工的话我们就给他涨工资涨到1500 然后我们第二个分支win 如果是1002这个员工我们就给他涨工资涨到 sets adds 就等于2000 2500 我们就给他涨1000块的工资涨到2500 然后如果说是 如果是1003这个员工 那么我们给他涨工资 那么我们给他涨工资 就该涨到 给他涨1500的工资 那么就是 3200 但最后有一个else 这个else的话可写可不写 那么这个else如果不匹配到else我们就给他写上吧 那么就给他涨工资就涨 add s就等于1000 这里面我们写完之后最后有一个end case end case的话 这有一个分号 不要忘记了 这是一个分号 然后我们执行这个存储过程end 那到了分号 这就是我们刚才所创建这个存储过程 这个存储过程创建的时候 我们根据他的一个缘故编号 然后做的一个分支的一个选择 我们把我们的分个幅换成我们分号 我们现在给他一个变量 给他一个自定义的一个用户变量 等于 我们给他1001 我们试一下 然后我们就调一下这存储过程 p add 然后我们调一下这存储过程 然后我们同样的也是放在这个存储过程中 我们把这个公司给加了 但是呢没有做一个update的更新 所以我们现在改一下这个存储过程 我们把这代码我们给他copy一下 然后我们同样的也是放在这个记事本里面 这里面的话我们就是update一下 加在这里就代码update 我们更新的是这个的一个工资 就是根据 根据 根据的是 update我们的 thera实账单表 set我们的一个收入 thera 等于我们这里面的id s 等 where 我们加个pd条件 kc哪一个人的工资 然后是 inpin number 就等于我们这里面传建的这个参数是 那我们先把之前这个存储过程先给他删掉 删掉一个存储过程的话 我们就是直接 照顾pc e 2 1 好的 我们再创建创建的时候 我们同样的是通过我们的一个分割谱 好 多了 好 好 这样我们就把这个存储过程创建好 创建好之后 我们现在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一个 set我们给他一个atvnp number 等于 1001 这里面我们就 $ 分号 然后再把它改一下 把它的一个分割谱改成我们的一个分号 我们再调一下我们这个存储过程 存储过程的话 我们就是call i 的 我们看一下我们刚才所修改的 然后再查询 因为我们现在是1001 1001 然后修改之后它的一个工资应该是1500了 我们看我们的一个1001它的工资 现在这个1001它的工资是1500了 然后再调一下 咱们再查询一下 看1002的工资是不是已经变成2500了 这里面的话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多条件的一个分支 另外这个多条件的分支它还常用于一种情况 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查询 这个查询的话它是select 我们从我们的员工表里面去查询一下 这里面它出现了一个乱码 出现乱码的时候 我们可以根据我们之前所讲的把它的一个编码改成tpk 然后再查询的时候 现在就没有乱码出现了 那我们看这里面它有一个jinder jinder就表示一个性别 这个性别的话是m,m和f 那如果你想给人家显示的时候 它肯定不能够直接显示m 这个时候它可能会显示是m 和m代表是我们的男 然后f代表是女 也就是我们在查询的时候 可能会出现一些条件的一些分支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case问栏 这个时候也会派到用它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这样去操作它 select 寻找 这里面我们就不寻找寻找了 我们就直接来一个inpin number 然后是first name nother nothername 然后我们再把它的一个性别查出来 查性别的时候 我们不能够直接给用户显示m和f 我们应该把这个m和f 转成一个 用户能够认得到的 比如说m就代表是男 f就代表是女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这样去写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在这里面加上一个k字 这样的一个语句 k字的话它是一个jinder 然后win 这个jinder就代表是这个列 列的一个变量 这个列的这个变量的话 那么如果说这个列的这个值是m的话 因为它这个字不算m的话 然后我们让它显示是 人 我们就让它显示是男 然后 这里面当你直接可以最后一个else 这是可以的else else的话那么就是一个女了 当这里面它可能会出现很多分针 出现很多分针的时候 那么就直接加上win 后面就是按照这种写法 然后最后有一个end 这不再是end case 而是end 然后我们性别给它写出来 然后我们从front nplyes 刚才我们查询出错案 这一个改一下 改成verse name 现在这里面就查询出来了 然后它这个性别呢 那么就不再是我们之前所显示的mm 而f了 而是男和女这样的一种写法 也就是我们在查询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采用我们的casewin 这样的一种多条件分支 来把我们相应的列转成我们想要的一种输出结果 另外还有一个支持点就是我们的一个flar函数 它的一个写法 flar 它里面有一个esp1和esp2两个表达式 比如我们这里面就是select esflar 那如果我们这里面这个表达式直接就是lar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直接上书做的是 不是空子 这里面就显示出不是空子 如果是空子的话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显示的是select 比如我们这里面iflar 如果这里面 它如果是空子的话 那如果是空子的话 比如说我们这里面是123 然后是234 咱们再运一下 它这里面就显示是123 这一个就是如果第一个表达式 它是为空子这种情况下的话 那么它就为第二个值 如果第一个表达式 它不为空子的话 那么它的一个结果就是第一个表达式 这个值 iflar在那个函数 它有点类似于我们的ifelse 只是判断的是 针对的是在那个空子做的一个条件判断 我们再讲主要就是讲解了 关于我们的k字分支语句 k字分支的话 它实际上也是我们的一个 多条件的一个选择 然后有一个iflar函数 iflar函数的话 它实际上就是 espe如果为空子 如果为空子 那么返回的结果 那么返回的结果 返回的结果 就是esp2的值 如果esp1 这里面它实际上也是一个选择语句 只能把这个选择语句给它 精简呢 如果不为空子 那么返回的结果 就是esp1的值 通常情况下 这一个呢 它这个应用呢 是在我们查询语句的时候 比如我这里面 有这样的一个查语语句 如果说这个性别 它可能为空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默认的是 让它为蓝 那这个我们可以改一下 比如我们把第一个语句改一下 update update set我们的mpwile1s set我们的ginder等于where 我们给它enp number等于1001 好 这个还是不能为空的 那比如我们把这个给它设为空 把这个firstlame 我们把这个firstlame给它设为空 因为ginder它是一个枚局类型 枚局类型 不能给它设为空子 好,这里面我们看到现在这个firstName给它视为空子,现在我们给它查询出来,select 然后就是查询firstName这个字段,那这时候我们就用ifName ifName 然后表达式,那这个表达式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firstName 那如果它为空子的话,为空子的话,那么就应该是第二个人 就是我们的一个默认的一个字,就是无名字 我们的一个np 这里面我们就看出来,当这一个第一个查询的这个字段,它设为空子的时候 那么它显示的就是在那个无名的那个值 这是我们常用于ifName在处理我们查询的时候,为了让一个空子来不直接反应空子 我们给它一个默认值,这就是我们这里讲的一个主要内容